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之前秋風拍了兩支影片喔 分別帶大家看了一點點的 生存手冊和一點點的紅石手冊齁 今天秋風來帶大家看一下 官方出品的 創造手冊 裡面一開始第一張 它分三張節啦 第一張節呢就教你大概 認識一下創造模式啊 然後帶你認識一下生態域啊 認識一下光源啊 然後認識一下方塊齁 大概是這樣子 第二張節呢就教你 如何建造一些 建築物的外觀啊 有什麼形狀啊 然後建造一些 內部設施外部設施 然後搭配裝飾組合齁 對第三張節就是 來實操齁齁 今天這支影片就來討論 第三張節 官方教我們蓋建築 實際蓋一遍 是怎麼樣的齁 官方範例是什麼 今天秋風要操作的官方範例呢 是 珊瑚灣西地 這一個建築物喔 好了它說只要50分鐘 就可以蓋出來囉 嗯 創造模式下50分鐘啦 生存不知道要多久喔 大家可以自己換算一下 好啦我們開始囉 官方手冊裡面說呢 我們這一次的建築材料總共大概有10個啦 主要材料有10個喔 分別是我們的 相思木材 砂岩砂牆 然後 暗海靈石 橙色玻璃 紅砂岩 紅砂牆 鐵門 居然是用鐵門欸 螢光石 還有最後最重要的 就是我這一個 副手的這一個 海綿喔 畢竟在底下要排水嘛 建築物最後要排水齁 好了我們馬上來第一個步驟喔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整地喔 蓋出一個14x14的空間喔 整地選擇我的基地 喔 這裡有14x14嗎 好啦就蓋在這裡好了啦 完成完第一步了齁 它這個邊長是14x14 中間這一格呢 空出了5x5的空間喔 再下來的第二步呢 就是用我們的 繼續用砂岩和暗海靈石 擺出這個牆的底部喔 它這個底部呢 大致上都是利用一個砂岩 加三個暗海靈石組成的齁 然後中間只有這裡是四塊啦 另外一個四塊的地方呢 它空下來了齁 它很可能是要做一個凹 凹進來的 展什麼 類似景觀窗之類的東西吧 總之這就是它的地基第二層喔 緊接著用我們的橙色玻璃和砂岩 把這個圍牆蓋起來齁 它的牆面只有三格高喔 會不會太矮了一點 如果我的話我是習慣蓋四格啦 沒關係它叫我們怎麼蓋我們就怎麼蓋齁 欸還有我發現 它圖片的這個 這個沙岩和這個沙岩 不是同一種欸 欸 這個 它的圖片裡面看起來比較像 平滑沙岩 呃 有不同的造型是不是 好喔 那它要平滑 我就先幫它換成平滑的好不好 居然有不同種 接著第四步呢 它說用樓梯牆面 然後按鈕和告示牌 可以做旁邊的裝飾 哇現在就要做裝飾了 喔原來它的告示牌都是貼在這個 暗海林石上面的欸 用扭曲菌菇告示牌貼在這上面 然後這裡要放一扇鐵門 然後旁邊放一個按鈕 那我們就在這裡放上鐵門喔 然後移動到外面這裡 放上我們的按鈕 欸等一下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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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放不上去啊 好啦這個鐵門先不要放啊 鐵 按放不上去啊 我把告示牌全部都先貼一下喔 我個人是比較少用到告示牌貼在外面的牆上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貼沒貼好像沒有到差很多啦 對不對 通常是貼在內部比較近距離觀看的時候 會比較需要到告示牌了 接下來繼續利用我們的砂岩和橙色玻璃 然後蓋出這個玻璃牆的上緣喔 然後並在房子裡面蓋出一些良柱喔 它這邊利用到蠻多就是 什麼雕刻砂岩的欸 我看一下是什麼砂岩喔 呃 這種切字砂岩 還有這個浮雕砂岩 那個 用的蠻多的欸 呃 好 它要用我們就用齁 它好像是在每一個柱子的上面這裡 都會放一個浮雕砂岩 緊接著它是說用螢光石和相思木 等一下它好像是相思木板 半磚啦 相思木半磚喔 要用半磚喔 我差點就用這個全磚下去了 這樣子 天花板會高一點點啦 這樣子 空間上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拿出這兩個喔 那原來是用半磚啦 第七部是說在建築的周圍呢 放上我們的紅砂岩和它的變體喔 然後中間可以蓋一下這個 中間房子的地基了 欸 它這邊是切字紅砂岩啊 我看圖片好像是切字紅砂岩吧 總之我們一樣把它圍上去喔 它這中間的地基竟然是用海鱗石欸 那個 果然一開始提的那些材料 就只是主要材料 大概材料而已啦 裡面還是用到了很多 很奇怪的東西喔 第八部呢 是說用暗海鱗石和玻璃 把這個上面的屋子的牆壁蓋出來喔 等一下 為什麼它教的跟一開始 給我們的圖片不一樣啊 一開始上面不是也是 殺岩嗎 怎麼變成海鱗石了 而且 玻璃不是用橘色的嗎 怎麼改變了 呃 嗯 我不知道它在幹嘛欸 第九部是說 如圖所示 在玻璃的上面 再加一圈喔 哇用 用到了欸 所有海鱗石 都被它拿來用了 第十部 繼續的往上加喔 我不得不說一下這個圖片 配合這個玻璃 根本就看不清楚嘛 總之它是說 在上面再空一圈喔 第十一部呢 也是繼續的再往上加一圈喔 這個有需要改成這麼多部嗎 那個圖片根本看不出來它加了什麼東西喔 那個可能要翻到前面的 呃 章節就是這個 有橘色玻璃的那個圖片 才知道它在畫些什麼東西喔 最後就是蓋成這樣 它上面總就是想蓋一個 類似半圓的壺狀啦 所以呃 最後十二部也是如此齁 把這個屋頂封起來 封完屋頂沒有問題之後呢 就是拿著我們的海綿 展開我們的排水作業 loaded 哇哇哇哇哇哎 海綿好爽喔 用完了用完了 二樓排完了 排完二樓換一樓齁 排我啊排我 排...排排...排..排...排...一樣 排排....排...排 哦呦好爽喔 海綿就這樣隨便用有沒有 建築物蓋完之後呢 內裝部分它就沒有一步一步來了啦 就啪 瞬間就幫你蓋完了齁 它只有重點提醒你一下而已 像是說什麼記得要放上樓梯啊 還有我們的二樓要加裝燈啊 後面就一步一步把你把每一個室內的裝潢都拆開來放置啊 告訴你說這個要怎麼放置齁 好了 花了一點時間照著它圖片上的內裝搞定了齁 這裡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嘛 它把這裡做成很像衣櫃的圖示齁 樓梯下來這個地方呢 它做的就是一個廚房 它還叫我擺成這個黑白色的地毯 其實這個是深灰色啦 然後這邊有一個熔爐齁 這裡很像瓦斯爐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一些櫃子 那走過來這邊呢 這裡就是我們的電視了 那個文字解釋說 這邊可以放一些什麼椅子啊 或者是一些書櫃增加一些氣氛齁 如果要電視的話上面是不是應該畫一個 放一個畫啊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這裡了啦 就是玄關一進來很大一個空間 就中了這個大型蕨類 就這樣而已欸 哇這個空間運用真的是 很棒欸 而且他說這邊用按按鈕啊 我這邊覺得用控制感比較好 因為我外面不能放按鈕啊 最後的最後 我在這邊灑一下種植一點珊瑚啦 讓他這個整個更融入這個生態環境裡面喔 不然這個有點太假了對不對 還有這裡 這裡原本就是要有種一些珊瑚嘛 這樣子才有裝飾的感覺啊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官方教你如何建築珊瑚灣奇地喔 這個我沒有什麼意見啊 我的意見就是 為什麼你要忽然就是把原本沙岩 那個二樓原本沙岩 那個橘色玻璃 改成現在這種造型喔 呃我不清楚為什麼他要改啊 圖文不符啊 其他的呃留給各位去評判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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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